今天我们来谈一下最大公因素 在还没谈最大公因素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公因素的定义 什么是公因素的定义呢 就是找出甲因素与乙因素的共同的因素 即称为甲与乙的公因素 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找到甲 把一个数 甲的因素把它列出来 乙的因素也把它列出来 然后他们的因素有共同的部分把它找出来 那我们就称为这些因素 所找出来的因素 共同的因素呢 就称为甲与乙的公因素 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就知道 譬如说八的因素有哪一些 有一二四八 十二的因素有哪一些 有一二三四六跟十二 那我们来看一下八与十二的公因素有哪一些呢 第一个有相同的一 还有相同的二 还有相同的四 其他的还没有相同的就没了 这就是八与十二的公因素有一还有二还有四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公因素 我们再看什么是最大公因素的定义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最大公因素 最大公因素的定义就是说 找出甲与乙的所有公因素当中最大的公因素 就叫做最大公因素 我们举例子来看 例如八的因素有一二四八 十二的因素有一二三四六十二 那我们一样来看八与十二的公因素有 第一个有一 有二 有四 我们就可以知道八与十二的公因素有一二四 那八与十二的最大公因素为什么 我们就可以把它选择是四 最大的公因素就定义为四 好 我们看下面的例子求二十四与八十的最大公因素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求呢 第一个解二十四的因素有一二三四六八十二还有二十四 那八十的因素有哪一些 有一二四五八十十六 二十四十八十 那我们来看二十与八十的公因素有哪一些呢 二十与八十有一 有二 有四 还有八 其他还有没有 没了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二十与八十的最大公因素为八 把那个公因素里面最大的找出来就是八 所以最大的公因素就称为八 我们上面所学的都是表列法 接下来我们要来利用短除法找出六十与四十八的最大公因素 该怎么找 我们来看下面的解法 第一个先把六十与四十八写出来 然后画一条线像像这样子 那接着我们找出六十与四十八最小的因素是二 那接着就把六十除以二 还有四十八除以二 所得到的整除的伤写在下面 那我们现在看六十一定可以被二整除 因为它尾巴是偶数 四十八一定也可以被二整除 所以六十除以二得到三十 所得到伤是三十写在下面 四十八除以二 所得到的伤是二十四 我们来判断一下三十跟二十四是不是还是有最小的直因素是二 把它再写出来 用二来再来除它们 三十除以二得到十五 二十四除以二得到十二 这时候我们看一下十五跟十二中间还有一个公因素是多少 除了一以外还有一个三对不对 十五可以被三整除 十二也可以被三整除 所以我们再画一条线像这样 接着我们把三写在这 左边这边 那就接着十五除以三得到五 十二除以三得到四 那最后观察 五跟四 它们的公因素只剩下一了 那一这边就不要写了 只剩下一 所以这个短除法就结束了 那最大公因素怎么找呢 最大公因素 我们该六四与四十八的最大公因素为什么样 我们就把 左边红色这三个数字所找出来的 把它们乘起来 也就是 也就是把二跟二跟三乘起来 二乘二乘三等于十二 所以它的最大公因素就是十二 这是利用短除法来做的题目 那我们接着我们用三位数来找它的最大公因素 来看一下范例 六十跟三十二与四十八的最大公因素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解 第一个还是一样 把六十三十二跟四十八写上来 然后用一条线隔开来 接着呢 它们三个是不是都有公因素二 也就是说它们三个数一定可以被二整出 来六十除以二 它的伤是三十 三十二除以二 得到的伤是十六 四十八除以二 得到的伤是二十四 接下来我们再看 三十十六跟二十四 是不是还是有一个公因素有二 除了一以外 有二 那我们接着我们把它写出来 把二还是写在这边 三十除以二得到十五 十六除以二得到八 二十四除以二得到十二 那我们再看一下 十五跟八跟十二 有没有共同的因素呢 除了一以外 十五只有三跟五 八呢 是二跟四 没有三 那十二呢 有二三四都可以 但是没有共同的 所以 它们三个数没有共同 我们的短除法就在这边结束 那我们就可以找 六十三十二跟四十八的最大公因素 为多少 把这一个左边的红色的数字 二跟二把它乘起来 就是它的最大公因素 二乘二得到四 所以 它的最大公因素 就是得到四 这是我们找 最大公因素的两种方法 第一个是表列法 第二种是短除法 好 我希望我们这样 今天教的大家都能够学会 拜拜 拜拜 拜拜